俄国史演绎 主编 张连芳 作者 葛新生 播讲 夏秋年 第七回 上 依凡迫害新主教 特辖滥杀众无辜 忽闻凶暴满门经 七枯子提泪若轻 回首不堪众义一样 伤心只有真入情 话说 上回波洛维茨主教菲利普 虽然同意出任总主教 但坚决要求解散特辖军 一直压着火的一帆四世终于被激怒了 他拒绝了封地贵族的请求 利用特辖制斥令所赋予他的特别权力 对封地贵族进行了镇压 联名上书者皆被捕入狱 一时间 京城监狱人满为患 第六天 逐渐平静下来的伊凡四世 下令将大多数贵族释放 将五十人定为主犯 在广场当众鞭吃 其中有些人被割掉了舌头 三名贵族被斩首 随后就把晋升会议解散了 许多成员陆续受到迫害和处决 特辖军的镇压令高级神父大为惊慌 菲利普被迫当众宣布放弃自己的要求 保证不干预特辖军和沙皇的家常事物 同意立即担任总主教的职务 这次抗议事件对伊凡四世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他认识到通过让步求稳的种种尝试已告失败 于是他开始一意孤行 继续加强和巩固特辖制 伊凡一不做二不休 把科斯特罗马划入特辖区 使这里三分之二的地方贵族充当特辖军 特辖军进卫团人数由一千人增至一千五百人 与此同时在特辖区购筑筑城堡和要塞 沙皇伊凡在莫斯科特辖区涅格林纳亚河岸 修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火枪射程的距离 沙皇将此地作为他的特辖宫廷 城堡周围有高达三额杖的石墙环绕 大门铁皮包钉 门上是有狮身 狮子的嘴向着普通区大张 城堡的各个尖顶上 耸立着一支支黑色的双头鹰 数百名特辖军火枪兵在城墙上昼夜巡逻放哨 沙皇从克里姆林宫迁到这里不久 便感到这座城堡并非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他计划建造一座特辖区京城 永远离开莫斯科 这个新的京城将建在沃洛格达 全部用石头建成 其中还要建一座宏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 一系列的举措都说明了这位生性多疑的君主 已对未来越发感到渺茫 内乱的征兆 使他为自身的安全忧心忡忡 被迫退位的威胁越来越大 他寝无安息 实不甘位 他试图找到一条万全之策 以便在事态发展出现不利的情况下求得生路 他想到了教会 七年前他曾到基利洛夫修道院做过祈祷 当时他请几位长老到僻静的禅房 把心中的秘密告知于他们 于是他提笔给修道士们写信 他写道 神父们想必你们还记得 某个时候朕曾到过你们的修道院 在愁闷忧郁的思绪中 看到过神的一线曙光 我还与你们中的一些人聚集于一间禅房 躲开臣室 向他们宣布我将作为神父的愿望 沙皇位使修道士们确信他是郑重其事的 便向修道院捐赠了一笔巨款 让修道院拨出一间单身禅房 以供他使用 与此同时 他让特辖军所有长官都穿上修道士的黑袍 在平时按照修道士的规矩形式 出征归来后 立即向前程的修道士一般起居 清晨沙皇提着灯爬上钟楼 那里已经有一位圣堂工友 马刘塔斯库拉托夫在静后 他俩敲响所有的钟 以召集其他的修道士来教堂 凡是凌晨四点前还赖在床上者 便要受教规惩罚 祈祷从四点一直要持续到十点 六个小时中只休息一次 一凡携同太子们进行祈祷 同教徒们一起唱赞美诗 祈祷结束后 人们才能离开教堂 到餐厅去就餐 每人自备一把汤匙和一个盘子 修道士进餐时 修道院院长则恭候一旁 吃剩的食物 由特辖军士兵从桌上收集起来 端出餐厅 施舍给乞丐 一凡四世过了几天的修道士生活后 又回到特辖宫廷重理朝政 就在这时 立陶宛人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离波洛茨克七十俄里的地方 一举歼灭了统领彼得 谢列布里亚内所率领的军队 军事失利 使得伊凡好不容易宁静下来的思绪 又烦乱起来 有探子来报 说抓到一名立陶宛间谍 从他身上搜到一封信 信上讲 大贵族杜马成员别利斯基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 沃罗敦斯基和费多罗夫 同波兰国王西吉蒙特 奥古斯特二世暗中勾结 他们连同领地一起 臣服波兰国王 计划于当年秋天 当伊凡四世率兵出征时 由西吉蒙特武力相助 在途中将沙皇逮捕 拥立弗拉基米尔 斯塔里茨基为沙皇 伊凡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认为反对派已经准备谋反了 他开始考虑携带家事出国躲一躲 以前曾认为在莫斯科不安全 现在已经感到在俄罗斯境内 无一处能够安身了 1567年9月初的一天 伊凡四世在特辖宫廷 召见了英国使节杰克逊 杰克逊身着俄罗斯服装 游人从暗道引入沙皇的寝宫 在座的只有谋臣阿法纳西 维亚泽姆斯基 沙皇吩咐杰克逊 把秘密大事亲口转达给英国女王 要求女王准许她到英国避难 以确保其家事的安全 秘密会谈不久就被泄露出宫廷 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事情被渲染得完全走了样 引起了满城风雨 特辖官吏们意识到皇帝出走 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厄运 一个个黄黄然如丧家之犬 地方军职人员由于渴望撤销特辖制 而乐意听那些有利于他们的消息 莫斯科城一时间谣言四起 人心惶惶 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沙皇看到避难不成 朝廷又岌岌可危 不如孤注一掷 坚决镇压 1568年4月 开始了历时三年的特辖制的黑暗时期 伊凡四世首先拿费多罗夫开刀 他把渡马成员和首都要人召到皇宫 当众请费多罗夫坐上皇帝宝座 然后对他说 你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宫 你所追求和期待的一切都有了 说罢 令左右侍从一拥而上 将其拿下推出宫门斩首 随之特辖军在伊凡率领下开赴费多罗夫领地 捣毁宫廷 用马刀砍杀王公侍从 其余的仆役和家人则被赶进了一个棚子 用火药炸得血肉横飞 短短三个月就有369人死于特辖军的刀下 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 加剧了沙皇同教会的冲突 被表示对沙皇行为的抗议 菲利普总主教 效仿前任总主教阿法纳西 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官邸 示威式的移居到京都的一座修道院 但是与优柔寡断的阿法纳西不同 他拒绝辞去总主教的职务 为制服菲利普 伊凡四世住到了亚历山大罗夫自由村 他在那里策划审判菲利普 特辖宫廷从诺夫哥罗德 召来了忠于沙皇的大主教皮敏 然后又派了一个由特辖官吏和教会人士 组成的特别侦查委员会去索洛威慈 调查菲利普在索洛威慈的生活 委员会软硬兼施 逼迫一些修道士做伪证 最后炮制出一份起诉书 然而委员会成员之一 主教帕弗努迹 却拒绝在那份起诉书上签字 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伊凡想让大贵族杜马同意审判 但杜马中的大多数成员 却表示同情菲利普 恼羞成怒的伊凡四世 决定打击所有的不合作者 伊凡逼迫囚禁在狱中的弗拉基米尔 斯塔里茨基王公服毒自杀后 将其全家满门抄斩 唯独一个出嫁远方的女儿幸免于难 叶弗·弗罗西尼亚王公夫人的亲戚 谢尼亚杰夫被活活的奸死在大铁锅中 费多罗夫与弗拉基米尔之死 使得杜马中的反对派 失去了实际上的和精神上的领袖 群龙无首 审判菲利普的时机成熟了 沙皇为了镇住这位总主教 从修道院给他送去了一只皮口袋 里面装着他的堂兄弟 御前侍臣科雷切夫的首级 出席审判菲利普的友 领主杜马成员和高级僧侣 在联合法庭上 起诉一方的主要证人是菲利普的门徒 所落维茨修道院院长帕伊西 伊凡四世答应授予他主教之职 作为对他背叛的奖赏 菲利普驳斥了一切指控 宣布辞职 但是沙皇不同意结束审判 不接受他的辞职 沙皇没有忘记曾蒙受的耻辱 他要败坏这位教民领袖 在民众心目中的声誉 想当初 菲利普曾当众指责过他说 你何时才能不让诚实的人们 和基督徒流无罪的血 想想吧 尽管你受上帝恩宠 名扬天下 但你总不免一死 到那时 你将因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 而受到上帝的惩罚 菲利普的指责 使沙皇的微信扫地 沙皇当时就发誓 将用严惩来对付总主教 伊凡四世让巴斯马诺夫 宣读了对总主教的判决书 左右侍从摘下菲利普的帽子 拨去他的长袍 把他抬到一架简陋的雪橇上 送往显圣修道院 终身囚禁 接着 伊凡四世又把矛头指向 诺夫哥罗德 宣布 诺夫哥罗德参与了叛变阴谋 并企图抛开沙皇 投降立陶宛 沙皇在亚历山大罗夫村 召集全体特侠军士兵 命令他们向诺夫哥罗德 挺进 1570年1月8日 沙皇驾临这座古城 僧侣们手举十字架和圣像 在沃尔霍夫大桥上迎候 欢迎仪式开始后 气氛就急转直下 沙皇称 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皮敏是叛徒 拒绝接受他的祝福 特侠军以此为信号 逮捕了皮敏 将索菲亚大教堂洗劫一空 抢走了珍贵的圣像 卸下教堂古老的科尔松大门 在全城进行大搜捕 把被捕者压到 哥罗基塞的沙皇营地 屠杀开始了 特侠军把被捕者双手反绑 吊起来 用火烧他们的前额 然后把不省人事的人 用一条长绳拴在雪橇上 拖着穿过全城 一路上留下一道道血迹 最后这些受尽折磨的人 被拉到沃尔霍夫河 扔进冰窟窿 惨遭杀害的不但有涉嫌者 还有其家眷 特侠军把捆绑着的妇女和儿童 从沃尔霍夫大桥上扔入河中 另一些士兵则乘船在河上巡逻 用斧子砍死 或用长矛戳死那些扶在兵面上的人 镇压完叛徒之后 胡作非为的特侠军就开始抢劫市民 他们冲进市民的家中 把贵重的金银器物据为己有 将堆积如山的油 辣 麻等生活必需品 放火烧掉 诺夫戈罗德城内浓烟滚滚 市民无家可归 这年的冬天特别的冷 缺一少食的人们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伊凡靖下令将无家可归的人们 统统赶到城外 饥寒交迫的老弱妇孺 大多动哪毕命 诺夫戈罗德遭受了这场灾难之后 由一个能与莫斯科抗衡的公国 变为一个完全臣服于沙皇的普通城市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